深夜十分白色轿车开过路口继续执行 此时右方冲出一辆黑色轿车 高速奔驰梦力冲撞 撞击力道之大道之轿车 瞬间甩飞转了360度 还没完整辆车竟直接翻了个四角朝天 肇事车辆一个甩尾冲向一旁护栏 警车火速赶到现场 一名远警查看反复白车 却有三名远警冲下去 查看一旁黑车把人抓下车 原来这辆黑色轿车刚才巨简逃逸 这会意外发生在24号晚上 桃园平鎮区快速路一段与红寸路口 招出驾驶追撞白色自小客车 因为他正在躲避警方追起 一部黑色自小客车 未开大灯却逆向蛇行 遇上全难停死 该车及加速逃逸 远警在车上发现多包一级二级毒品 驯后将驾驶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桃园地检署专办 毒贩聚担逃逸 在大马路上上演警匪追逐 却害得无辜驾驶残焦撞喷 这下不仅得吃上牢饭 还得负起赔偿责任 记者